古天悦遭女子贵的求恩,借我一百万救父亲,她的回答太有水平了。 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老百姓,我们其实都痛恨道德绑架。 别人帮你,那是情分,不帮你,那是本分,且不可用我对你的情分当成我应尽的本分。 但是,如果有人本身就存在困难,但用了公共场合来绑架你的时候,你会怎么处理?直接同意帮助,是否会起了一个坏的榜样? 直接拒绝,肯定会被人说成没人性,虚伪。 最近,古天悦就遇到了这样的道德绑架,但是他给的临场反应确实让许多网友深表赞同。 根据媒体报道。 7月7日,古天悦在香港参加一项活动,临近活动卫生,人群中冲出一个女子,直接跪在了舞台背后的二楼,双手举住大红色纸板,上面写住求恩两个大字。 突如其来的变故引起现场骚动,安保人员及时将这名女子进行控制。 这名女子声称自己和爸爸都得了重病,求助无门,走投无路之下才来香港找古天悦,并在现场挑名求恩古天悦,并且表示,如果古天悦不戒,一百万治病,我应该是不会回去了,死了算了。 古天悦不仅有助超高的颜值,以及出色的演技,更重要的就是截至2017年3月,古天悦先生在内地以捐建学校教学楼97所,卫生室18所,爱心水教教学楼97所。 750眼,小水利攻城一座,如果不是被爆出来,谁也不会知道,古天悦才是名副其实的慈善天王,也许这名女子知道古天悦的性情,才会采用如此激进的方法求助吧。 随后,古天悦了解到此事的缘由之后,当即表示会让公司相关同事跟进,了解事情详细情况,这样既不会被诈骗又不会错失救助者。 并说,如果有需要的话会帮忙,但是不希望用激烈的手段表达诉求,尤其是不能危害到自己或是公众的安全。 古天悦既表示,古天悦既表达了自己愿意帮助爱心,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公众安全,可谓是相当暖心。 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善意,而又不会被道德绑架。 事件一经爆出,这名女子的行为受到了不少网友的非议。 有些网友表示理解,现在一爆覆盖面这么广,也许是真的走投无路才会做出这样的激烈举动,应该理解。 还有些网友表示说,比抢钱来得容易多了,出个镜头就敢开口要一百万。 了不起。难道现在的明星都变成了取款机不成? 。 对于这位被带走的女子、小伙伴们,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此事的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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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